桃花圆季 东晋 桃渊明 进太原中 武林人捕鱼为叶 圆西行 望路 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林 夹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 落荫缤纷 愚人甚一枝 复前行 欲穷其林 临近水源 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出极霞 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土地平框 乌舌俨然 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暑 天末交通 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众作 男女衣着西如外人 黄发垂条 并宜然自乐 见于人 乃大惊 问所从来 据答之 便邀还家 射酒杀鸡作食 村中唯有此人 闲来问讯 自云先世 必情实乱 甩妻子一人 来此绝境 不复出烟 问今是何事 乃不知有憾 无论未尽 此人一一为巨言所闻 皆探晚 愚人各父 严至其家 皆出酒时 停述日 辞去 此宗人雨云 不足为外人道也 寄出 得其传 便扶向路 处处置之 吉郡下 义太守 说如此 太守 吉遣人随其网 寻向所致 遂民 不复得路 南洋刘子记 高尚事也 闻之 欣然归往 未果寻病中 耗岁无问经者